前中共元老彭真的儿子傅杨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副主任 12月7号他在北京一个律师论坛上透露 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抓捕之后的第二个月 习近平曾到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调研 傅杨表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而评论家分析薄熙来夺权和中央打击薄熙来的斗争早已有端倪 薄熙来抓捕李庄是在向中央挑战 而习近平视察律师事务所是回击的一个表现 据财经网报道 具有太子党背景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傅杨 7号在中国律师百年回顾与展望的论坛上发言 他说律师事业特别是形势辩护面临重大机遇 也面临重大风险和挑战 他列举多件意向最深刻的事情 最后一件是震惊全国的李庄案 他说两年多前 重庆那一边抓了律师 习近平第一次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研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律师事务所 在新中国律师史上是没有潜力的事情 李庄是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 2009年12月 李庄为重庆黑帮头目公刚膜辩护 被重庆当局以伪造证据罪判监一年半 案件一度引起内地律师界的震撼 2010年1月 习近平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调研 他说律师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李庄日前向新唐人表示 自己当时在监狱里看不到外界的报道 不了解情况 不敢说自己被抓和习近平视察律师所有何联系 但是他说从哲学角度来看 世界上万事都有联系和因果 就是蝴蝶山中翅膀和印度洋海啸 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能我们破译不了他的密码所在 但是他的联系是绝对的 现在与促同时还强调的是 任何一个现象 任何一个物质 都是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和体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张耀杰分析说 薄熙来和中央的较量其实由来已久 中央打击薄熙来也是早有策划 实际上打薄熙来不是一下子王林健出来再打 实际上人家准备了好几年 甚至在李章之前已经开始打薄熙来 就是人家错好了很久了 我是打李章以后 这个习到律师事务所去考察一下 从侧面来支持一下律师 应该是确实是有这个意图的 张耀杰分析说 实际上薄熙来什么都不干 他就是个傻子 他都可以进常委 但是他不想当傻子 他也不想当常委 他想当更高的 他要夺取的是最高权力 而中央对薄的企图也是心知肚明 薄熙来一直是看不上现在的柱子 胡还是习他都是看不上 他觉得他比他们更有本事 他想占那个位 薄熙来一直不隐瞒这个企图 而且那个李章打 抓李章以后 我就听那个律师界有朋友说过 傅杨都放话了 说这个杖要慢慢算 薄熙也是迟到这个事情 他也是要算账的 傅杨也不甘心 薄熙来抓他的人 张耀杰还说 李章案成了双方较量的一场战役 李章被抓当然是偶然事件 但是对薄熙来来说 他就是通过抓李章 向这边的人示威 示威的对象也包括傅杨 傅杨一般人谁敢 但是薄熙来就敢 他那边一抓就像夏威奇 你说这边吃了一个枝儿 这边当然也会加紧他们的兄弟 习近平就去考察律师师傅说 有来有往嘛 傅杨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主任 也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二儿子 康达的副主任郑小虎 是最高法院第六任院长郑天祥之子 康达另一位副主任林兴玉 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峰之女